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徐宝宝 欢迎透过Facebook联络我们 在脸书搜寻极品夫妻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专业咯 哇 这几天天气终于变冷了 真的太好了 太大了 不过听说马上又要热起来了 听说 下个礼拜吧是不是就要热起来了 不管 这样子 不晓得 哪有下礼拜是变冷 下礼拜还是变冷吗 他说什么台风啊 那个台风虽然没有直扑台湾 可是有影响外耳环流什么鬼的 然后会降到16度啊 那不是本来说要变热 现在没有要变热 有 现在已经就是变热了 因为他现在变成是早晚温差大 然后中午出大太阳 你记得吗 你没出门 反正中午的时候都会出大太阳 然后早晚是比较冷的 然后现在变成就是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穿衣服就变成那种洋葱式的穿法 就里面穿短袖啊 其实夏天真的蛮让人就是天气太热了 蛮让人烦躁的 对啊 如果天气冷一点的话 而且今年超热 今年超热吗 超热啊 去年 去年没有很热吗 每一年都很热 今年比去年热 今年比去年热吗 如果气象局的数据没有错的话 我觉得都差不多啊 我记得去年好像到12月的时候还是很热 还要穿短袖 然后那时候还在讨论说 怎么还会这么热 12月呢 都12月 去年也是像现在这种温度 就是早晚冷 然后中午热 或者是前年 前年好像12月还是很热 我不记得前年的事 还是大前年 你一大的人都记得以前的事 反正最近这几年都 天气到12月都还会是蛮热的 不过大概从10月11月 就开始慢慢有时候会比较冷一点 我觉得今年比较早 今年算是比较早一点 10月初就开始有点凉了 就是大家要注重一下身体啊 对 好多人感冒 对 就又冷又热就会感冒了 真的 保重 这样 这个礼拜 我本来要 本来这个节目不会播的 本来我这个礼拜打算要去台中教课 那是本来我以为这个礼拜有课 后来呢 我就发现我记错时间了 记错日期 记错日期了 本来我以为是这个礼拜要去台中教课 是一到五会在中心大学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在台中的资测会 那我高铁票都买好了 那我当天我这个礼拜一 我还有坐真的坐高铁去台中 去台中以后呢 我再从高铁站从乌日坐计程车 坐到中心大学 那坐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打开我的手机 确认一下时间才发现 记错了原来是下个礼拜才有课 当时坐在计程车上面 我心里面就有浮现出一个OS 什么OS 就是你累了吗 你真的很夸张耶 整整搞错一个礼拜耶 我真的是佩服 可是还好你是早 你不是晚让人家开天窗 你真的很夭壽耶 你真的提早一周出发 你是要去干嘛 想要先去Hulu是不是 没有跟我讲啊 就真的是记错了 少那边 事情很多 所以我马上就要 还是又坐高铁坐回来了这样子 因为就在计程车上面想到 哇这最近是不是太累了这样子 那就想到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 可以定个主题叫做 就是有没有提神的一些方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我们在使用的一些 或者是我们有听到的一些提神的小方法 就是如果累的话 可以用什么来提神 这样这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题目 不过在那个之前呢 我先要讲一下 到最后我发现我坐错车以后 我做了什么事情 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就跟计程车讲说 我突然不想去中兴大学了 我们现在改去台中火车站 你有告诉他你中年事役吗 我没有 我就是很正经的告诉他 我是想要去台中火车站 谁都在扫在那边 对那 那机车车也不宜有他 就开到台中火车站 心里面超慌 没有不是超慌 超差的 这样子 心里面超差的 因为花了钱 然后也花了时间 而且我现在的时间真的是 抽不出真的多余的时间 那反正机车车就开到台中火车站 然后再从台中火车站 就在坐火车到新乌日 然后再从新乌日 再坐高铁回来 你怎么不直接从台中 坐火车回来台北 对因为我到火车站的时候 可能很不巧吧 就是我看到火车站 完全没有可以回台北的 任何的火车 最近的是一个小时以后的自强号 而且中间完全没有 其实像以前还会有举光号 有复兴号 可是现在我看到只有自强号 跟那个通勤区间车而已 现在没有复兴号 西部干线没有复兴号 不知道从哪时候复兴号不见 现在在南回才有 而且一天只有一班 好怀念 现在叫做区间车 好怀念复兴号 然后也没有举光号 有但是一天只有一班 而且到下午七点半 才有一班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 主力就是推自强号 要不你就做自强号 要不你就给我坐驱间车 而且那班自强号 还要一个小时以后才到 你时间真的不巧 那刚好我的时间又是很急 所以我就马上做 当机立断 然后坐车到新屋日 然后这种新屋日 新屋日就直接就 也是很幸运 就坐直达车回来 就来回大概两个小时吧 恭喜你达成台中台北 快闪两个小时的成绩 解开快闪两个小时 很棒哦 花了一千四 还有计程车钱 大概两千块 最近就常记错事情这样 像你看我教课就记错时间 那最近我还有记错一件事情 就是我之前以为 iPhone预购的这个日期 我以为是9月27号 对而且你知道你 东马是你 你跟我讲9月27号 害我也在我朋友面前讲 他就说哪是下个月好不好 我说哪是我老公说这个月 他说不是你去看 然后我还真的去查 就真的是下个月 而且我那时候一直都不知道 我还一直跟同学讲说 各位同学 我最近有一次 在中兴大学 上一百多个人的课 同时上程式 同时教他们怎么写程式 然后就问各位同学 你们想要买iPhone X吗 哇大概快点了 就是今天就可以买了 然后大家看到有些人 就表现出了很奇怪的表情 疑惑的眼神 对很疑惑的眼神 但是不敢反驳老师 后来我当天晚上 准备要订的时候 9月27的晚上 准备要订的时候才发现 好像记错了 傻逼啊傻逼 好像是10月27号 这是一种傻逼的行为 对 难怪你知道吗 难怪都没有 我的朋友圈 都没有人讨论这件事情 就觉得好奇怪 怎么没有人想要买iPhone X 好蠢哦 而且 对也是这样子 就是我在去中兴大学之前 联络的人通常都会 跟我再三确认 老师明天要过来上课咯 不要忘记咯 可是他这次都没有讲 我想说 是不是太熟了 然后不要讲 原来是我自己搞错了 重点是你知道 他真的耳根子很硬 我一直跟他说 你要不要跟人家确认一下 就是你住哪边 然后上课的时间 什么什么 因为我问他 都给我疑问三不止 我说那你要不要 跟人家check一下 跟人家再确认一下 联络一下 然后他就说 没关系啦 到时候去了就知道 好哦 就我真的是到时候去了就知道 怪谁 怪谁 怪自己 所以你是摸摸鼻子就回来了 所以上个月 9月27号没有预定到 这个月的27号 今天下午 对 今天下午就是真的是 10月27号 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 刚好是10月27号 就是iPhone X预购当天 不晓得各位听众 有想要买iPhone X吗 不是 现在不是问这个 不是有想要是 有买到iPhone X吗 有些人就是 可能不是iPhone的人 可能是Android的人 讲如果有 有iPhone 想要买iPhone X 而且有iPhone 说不定他刚买iPhone 7 或iPhone 7 Plus 也不一定要买 如果真的 你有想要买iPhone X的话 你有 你今天 有去 跟人家抢购 抢第一批的 不晓得大家有抢到吗 现在在问问题的 这个人很秋 因为他有抢到 听众朋友也可以留言 给我们 跟我们互动 骂他 骂他 那如果没有抢到的 小弟有抢到 那我想要 就是借这个机会 分享一下 如果你想要预购的话 如果下一次 又有iPhone 不晓得多少 要预购的话 下一代的iPhone 如果你很想要预购 也是参加这种 预购活动的话 成功预定到的秘诀 对 对 我想要分享 就是网路上面 很多人分享过 你应该去下载 App Store的软体 App 对 叫App Store 怎么讲错了 App Store的软体 然后里面呢 那就可以先登入你的账号 信用卡那些东西 资料 付钱的资料 然后都选好 我要iPhone X 然后可以把你的 选好的选项 把它加入 我的最爱 然后等到一开卖的时候 你就可以马上 打开你的Apple Store Apple Store 然后就马上 就点到我的最爱 马上就可以结账 这样也比较快吗 这样人家说是最快 而且好几年的这个预购 都是Apple Store会比网页 快一点点开发 真的 对 这是很多 很多这个YouTuber 就是很多在录YouTube的人 说的这些秘密 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 其实因为已经不是秘密了 所以每个人都下载了 Apple Store 如果你想要去抢 这个iPhone X的话 那每个人就去抢 然后都去下载那个Apple 我也是一样 不过我比较惨的就是 我忘记把iPhone X 加入我的最爱 嗑嗑 对 所以我就是 反正大家就是到 时间就开始要抢 因为今次下午 3点01分的时候 跟全球 你可以想象吗 全球 在美国 在加拿大 在中国 在台湾 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每个人都坐在电脑前面 去攻击Apple的网站 就大家都在拼命在刷 Apple网站 然后就发现 一直都刷不进去 一直都刷不进去 这样子 那结果呢 我发现我的情况 我的情况是 我有开一个网页在旁边 就是Apple的网页 就是订购的网页 然后一直刷那个网页 然后呢 我在我的手旁这边 也有放 我的iPhone 开了那个Apple Store的App 也是一直刷这样子 就看哪个先刷进 我发现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idea 就要开网页的在那边刷 要抢 抢 抢机子一定要开网页 因为我怕 那个 有什么万一就对了 就是那个App 就可能登不进去 结果 果然被我料到了 怎么当然都登不进去 那个App 都开不起来 就是他都说 Apple Store现在 马上会为您服务啊 这样子 这种事情就这么谨慎 叫你去check你上课的时间 死都不要 好吗 就 反正就这样 反正就是 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你要准备 就最好准备两套方案就对了 那如果你有iPad的话就更好 就是一面刷iPad 一面刷iPhone 一面刷网页 就可以请你的朋友刷iPad 然后你自己刷iPhone跟网页 然后一次如果可以订到的话 就可以订两只啊 如果有要一起订的话 对 就是一起刷 一起刷 像我的话 我就是很幸运的刷到网页 那我的那个App的话 就一直开不了 一直开不了 可能到半个小时以后才开得进去 到底是哪里来了谣言 可能说用App买比较好 因为之前 很多人都这样子说 因为之前的经验 别的机型的预购 对 可是我猜因为 今年大家都知道要下载Apple Store那个App 所以可能大家都在刷Apple Store那个App 你是用哪个浏览器开啊 Safari 听说好像用Safari开 一定的啊 就是用Safari开 跟不是用Safari开有差诶 听说 对 用Chrome开绝对是错误的选择 Chrome是那个 为什么是绝对错误的 你可以想像Chrome是Google出的 所以 所以他要判断吗 一定是支援Safari先的 是的 反正就是 这个真的是可以分享经验 Safari真的是比较快 哦 那我就是用Safari然后就 诶 有一次刷手就 吐 进去了 这样然后就赶快 很近 对 心就在跳 然后赶快就是结账 那结账的时候啊 要填那个信用卡号码 当然之前你都填好了 可是他有说要一个什么 确认嘛 对啊 确认嘛 所以最好 你除了这个以外 你还要把你的信用卡 放在你的电脑旁边 准备着 随时可能都要需要 赶快填上去 像我就是有准备 然后我就马上填了 确认嘛 安全嘛 然后马上就结账 11月3号 好嚣张 也许不是也许 一定 下一次我们录吉品夫妻的时候 对我就应该拿得到 我的iPhone X了 可以开箱文了 各位听众 嗯 这样子哈 所以归纳起来就是 第一个 要有Apple Store 那个App 也要有网页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 要准备好你的信用卡 然后在旁边 随时准备翻 然后第三个就是 你可能先就要 已经填好资料了 然后选好你要什么东西 这样子 这还就是你家的网 网路要够快啊 对 我们家的网路还算快 前一段时间 我觉得网路变很慢 我还打算去中华电信 我觉得时好时坏耶 可是我们家的网速 已经算快的了 今天不是 这不是重点 对 今天主题不是这个 今天主题不是这个 今天主题是 如果你很累的话 你累了吗 累的时候 你都用什么方法提神 什么方法 这样 很多听众应该都知道 就是最 大家最会拿来做提神的 就是喝一杯咖啡 对 而且我觉得台湾人 应该很多人喝咖啡 不然你看为什么便利店 近几年那个 现主咖啡 这么蓬勃 而且就是每一间都有卖 就是每一个 不管哪一间牌子的便利商店 都有卖现主咖啡之外 就是还很多人都真的 在排着队要等着买 我觉得这个咖啡 现在对我来说已经 不晓得各位听众 你喝咖啡会真的提神吗 对我来说 喝咖啡完全没有提神的效果 反而是让心情平静 这种效果 是因为你喝太凶啊 我大概从小学四年级 四五年级就开始喝咖啡了 到底是为什么要那么小就喝咖啡啊 那个时候我爸也不准我喝咖啡 可是我真的觉得咖啡很香啊 然后就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喝了 啊我知道为什么你小时候那么皮了 为什么 因为咖啡因会让小朋友过动 是这样吗 对所以小朋友都禁止吃巧克力 禁止喝咖啡 禁止喝可乐那种 或红茶什么 就是有含咖啡因的 就是因为 那个咖啡因会让小朋友过动 我觉得我小时候还蛮乖的 你真有脸说这句话 我觉得我小时候蛮乖的啊 并没有过动 虽然我没有小时候就认识你 可是我听了不少你小时候的事迹 你真的很有脸讲耶 是真的 我小时候真的是很乖 品学兼优好学生 我不想再听 所以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 从很小就开始喝咖啡 所以现在咖啡对我完全没笑 就是有人喝咖啡会不想睡觉 我会怕说喝咖啡 我可能没有办法睡觉 我是相反 我喝咖啡反而更容易睡觉 咖啡对我来讲就完全没笑 所以现在我就是 如果真的要提神的话 不晓得各位听众有没有喝过提神饮料 提神当然有啊很多耶 一开始台湾的提神饮料就是 那种擦牛 最有名的就是咖 就是你刚讲那个OS啊 那个广告台词 你累了吗 你累了吗 的那一排 对 一开始就是有那个擦牛那个饮料这样 后来现在 一直到现在最常喝的是那个 有一款叫做 Powerbomb 可是这应该很少人知道 因为很少人喝吗 我不知道 好像而且不是很好买耶 我觉得还蛮好买的 全家都会买 全连 只有全连有卖吧 没有全家有卖 全家有卖哦 Seven好像比较少 Seven没有 有时候有 有大部分水本都没有 没看过 那个是一个铝罐装的 然后它是 一个紫色黄色的铝罐 紫色黄色的罐子 大小很像红牛 对 蛮不错的 我觉得蛮好喝的 然后在那个的前一代 有一个是从日本进口 不知道是什么 利宝美达 对 是利宝美达 利宝美达是日本进口的 可是 它有种吸药味 对有种吸药味 可是在那个利宝美达之前哦 还有一个从日本进口的 日本进口 对 它不晓得你记不记得 就跟那个powerbomb很像 好像也是紫色的 还是黄色的 反正我忘记名字了 然后我有 在准备这一集节目之前 我有去查 可是我查不到 有这种事情哦 就是你知道 人家说所谓的那个 什么 就是叫什么 什么现象来的 什么现象 中年世纪现象 不是 曼德拉现象啊 你有沒有听过 你每次都在跟我讲这个很烦耶 曼德拉现象 改天再开一集讲这个 我觉得 这话题也蛮好讨论的 这个 这个曼德拉现象 对 这个就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那个 很好的例子 就是本来有这个提神饮料的 结果现在 怎么都查不到 曼德拉 我们再拉回来 那个提神饮料 这样 那 后来呢 就有 比较厉害的 就出了一个超厉害的提神饮料 就 红牛 这个广告打很凶 我们红牛就没有 就是说插牛 我们就直接讲红牛 我怎么知道你 反正就是到最后 那个红牛 就是 它是从国外进口的 提神饮料吧 超强的 这样 可是很贵耶 小小一瓶很贵 一个便当的钱耶 喝完以后就 双双叫 双双叫 对 有一次 你去参加一个什么 对 我去参加一个 你先去骑脚踏车 对 早上去骑脚踏车的时候 去喝了 Powerbomb 然后中午 可能要去 不知道去哪里 逛街 开发者聚会 对 然后晚上去 开发者聚会的时候 我就觉得超累的 我就喝了一罐 像红牛 哇 马上 双双叫 可是可能太厉害了 一天喝两次提神饮料 结果就 马上就倒了 那活动参加到一半 我就觉得身体不太舒服 然后坐 进行车回家 我觉得你是太累了 之后就倒了 一个礼拜 我觉得是你太累了 就是你已经把你的体力透支 可是你又一直用提神饮料 把你的精神掉在那边 然后就是 事情都做得差不多 要结束的时候 你就整个人就累了 累垮了 对啊 可能是这样吧 不过 从那一天的经验 我就告诉我自己 一天不可以 提神饮料最好是一天喝一罐就好了 一天喝两罐 可能会刹起来 最好也不要一天喝一罐 一个礼拜喝一两罐吧 对 一个礼拜喝一两罐 就是各位听众朋友 不晓得大家有那种一天喝两罐 然后刹起来的经验吗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建议 这经验不太好 就是我自己的小建议 就是即使你很累 不要一天喝两罐提神饮料 最近有一个提神饮料界出现了一个新的产品 什么新产品 就是有一个叫做Monster 一个黑色的 然后上面有绿色 好像那个怪兽的爪子 没错 磨爪 你看我桌上就有一瓶 对我看到了 那个也蛮强的 蛮好喝的 而且它比较大罐 可是我觉得感觉不仅比较大罐 它里面的成分也蛮强的 对它成分好像 我也觉得感觉好像比较 比较真的有效提神 对这个大概也是 只能流到那种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可是又需要提神的时候 对啊 不很常喝 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常喝就没用了 对 会有用 可是那个作用的时间很短 我也是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 然后喝了一个 那个Power棒 就马上就有精神了 可是很快又累了 对 然后你知道吗 你还记得吗 我常常会喝完以后 马上倒在那个客厅的 地上睡觉 对 所以 提神饮料这样子 有那个Monster 大罐 那最近为了 就抵抗Monster 然后红牛又出了大罐红牛 好恶哦 就是也跟那个Monster 一样大罐红牛 可是 可是你知道Monster比较大罐 但它价钱跟红牛一样 那现在大罐的红牛的话 不是更贵 我今天在去买Monster的时候 有看到旁边的红牛 大罐的 对大罐的 然后他说 现在两罐不晓得多少钱 反正特价 对 多少钱 你就不知道多少钱还在讲 我就是想要知道多少钱啊 120吧 两罐120 对 一罐60 那就跟它原本小罐的价钱一样 那是特价 那原价 一罐应该89 我在想 我也不知道 好夸张哦 一个鸡腿便当耶 而且我喝小罐的红牛 我就快要挫起来 如果大罐红牛的话 不知道挫到哪里去 就不要喝 可能不太好 对 其实提神饮料里面就是那个啊 B群啊 满满的B群 对啊 所以 可能可以直接吃B群 可是吃B群 B群很臭哦 吃完 就是可能你会有精神 不过 如果你没有多喝水的话 你可能嘴巴会变臭 对 所以要多喝水 对 我就是 讲你 我就是老人啊 每天早上还吃B群 然后还喝提神饮料 然后又不多喝水 我老婆说我嘴巴很臭 对 然后不想跟我拉起 对 哭哭 谁叫你不多喝水 讲不听 可是其实也不用 我其实有喝水 你看我现在桌上就摆了一个水 现在就要喝给你看 那水都不知道 好像多久一千百的 没有 刚刚拿了啊 就为了你讲这句话 所以我来拿这个水 在你面前喝给你看 可是其实也不一定要吃B群 可以从一些天然的食物 食材里面去摄取 像什么 糙米 燕麦 玉米 瘦肉 牛奶 肝脏 蛤蜊 鲑鱼 秋刀鱼 香蕉 还有深绿色的蔬菜 对 可是我也有吃玉米 我也有吃牛奶 为什么都还是没有精神 因为你就是很严重 太依赖提升饮料 所以那些天然的食物 对你来说已经没有用 已经没效了 对 不过就是如果各位听众听到的话 为了大家的健康 说不定大家可以试着 从 可能对我没效 可能对你有效 我觉得你可以开始试着 网络上找一些食谱 打精力汤 因为像那种深绿色的蔬菜什么 就是 不是说里面有B群 然后会提神吗 然后你觉得吃没用 可是很多人就拿来达成精力汤 听说那个喝了也会变变叫 精力汤好像老人喝 你就老人 我不是老人 我好像还没喝那种精力汤的那种 那个年纪 默默的这样子 应该不 可能之后吧 这跟什么老不老人哪有关系 精力汤其实也是拿来提神的 精力汤感觉就是好像老人喝的啊 老灰啊 唉 我还没有要喝到精力汤 那你多吃一点香蕉吧 对啊 香蕉啦 香蕉可以提神啊 香蕉里面应该有维生素B 对像我今天就吃很多香蕉诶 哦 我们前几天不是买了香蕉吗 对啊 那一串都我吃我快 我已经吃完了诶 夸张哦 好扯哦 所以我 我就是等于说我是在家里面 如果累的话 你看我不只吃了B群 喝了提神饮料 然后还吃了香蕉 对啊 我在玩 我在玩一个Switch的游戏啊 叫萨达传说 不晓得大家有玩过吗 就是那里面有一个那个部落 那个部落的人都很喜欢吃香蕉 什么啦 因为 那个香蕉啊 就真的会提神 所以那个部落的人就很 就从上去就要 好北七哦 你真的中毒很深耶 我真的中毒太深了 好夸张哦 我去中心大学教课的时候 我都想到萨达传说 比方说我在中心大学 看到他们的森林啊 我想说哇 那森林里面有很多木头 要赶快丢炸弹过去 把那些木头炸掉就可以拿到木材 你真的会被抓啊 我告诉你 没有 后来我就觉得我中毒太深了 这个游戏实在是不错耶 快要出中文版了耶 萨达传说 对 那还有什么提神的方法 这样 我们刚才讲了一些哦 就是用吃的 还用喝的 可以来提神哦 就是吃些鼻群啊 或者吃些天然食物啊 或者喝一些提神饮料 提神饮料 对 那除了吃以外 还有那种 比方说你有看过 有那种 把塞在鼻子里面的那种 薄荷棒吗 就塞在鼻子里面那种 可是其实我真的不懂 那个真的是要塞在鼻子里吗 是啊 可是我塞不进去鼻子耶 那个大小就刚好塞到鼻子里面 所以是你鼻孔比较大是不是 没有就把它塞进去 你大皮康林 你只是 你只是那个 你不想 我真的塞不进去啊 你不想把那个 没有我真的有用力 把它要塞进去 可是我觉得鼻孔很痛啊 它真的很夸张 然后不要拿下来 它在家里工作是 两个鼻孔都塞着那个薄荷棒 而且就塞着哦 然后都不拿下来 然后就这样子工作 然后而且很用力的呼吸 然后整个客厅都是那个薄荷棒的味道 我现在手边就有塞给大家看 大家看不到哦 超噁的啊 超噁的啊 我告诉你 它不是像这样子吸一下吸一下 它就这样塞着 塞着 然后再直接这样子呼吸 整个都活过来了 我觉得那薄荷棒 应该也会伤害 刺激你的鼻腔黏膜 或怎样之类的 可能这样应该也不好 不会 这样很好 很有精神 然后再配合提升饮料 再配合B群 真的很夸张 而且很难看耶 可是在家 我在家工作也没人看 我看啊 就你有时候在上班啊 在外面上课啊 Oh my god 我就这样塞着 觉得超有精神 那我下课 或是我下班回来的时候 可以不要看到吗 尽量 通常都是那个小Q啊 Apple看到 天啊 Oh my god 然后那个薄荷棒的后面啊 其实它是 它就是两头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 那个便利商店都有卖 或是药妆店都有卖 它就是 两边都有那个开 可以把它悬开来 那个盖子 然后它 一边是那个薄荷棒 可是其实那个薄荷棒 不一定要塞到鼻孔里 我有时候都是拿来闻一闻而已 就是隔空闻一闻那个味道 就比较凉 比较舒服 洗脑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薄荷油 所以你也可以把那个薄荷油倒出来 然后在手指上 然后抹在人中或是太阳穴 我觉得那也很洗脑 像我现在 现在我发现 你真的很烦 如果是 可以不要塞 带了可薄荷棒没有办法讲话 好恶哦 大概只能做 就写程式啊 可以 可是如果在录podcast的话 就可能不行 对 然后就是它两面 所以它里面 另外一面是薄荷油 也可以直接拿来抹 我觉得那个也蛮洗脑 然后以前念书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 那个薄荷棒还没有很流行 以前念书的时候是拿绿油精抹 抹在人中 然后那个人中 有种烧灼感 不推荐 有种好像红肿 然后烧灼的感觉 然后抹在太阳穴 有时候不小心抹太多 还会流到眼睛 然后超刺超痛的 然后过一代 你就知道 绝对不要把它抹在眼睛腹肌 然后可是过一段时间 你就忘了 就很熏啊 你就想说 哦 过好久一段时间 突然就忘了 当时你又很累很累的时候 那刚好又不小心把那个薄荷棒转开来 发现里面有东西可以擦的时候 又擦眼睛 像我最近就是这样 超痛 超痛 好笨哦 没有我觉得那个亮一点点就可以 然后抹一抹太阳穴按摩一下 其实真的有 有用 可以洗脑 可是常常就是会抹太多 然后眼睛就很熏 然后是流到眼睛里超痛的 很舒服 我还是推荐各位听众 就是可以买两个薄荷棒 直接塞到你的鼻子里面 帅 这很丑 有用 真的有用 然后配合B裙 你要不要把你那个塞薄荷棒的照片 PO上去 给大家看一下 我不要 给大家看一下有多蠢 我不要 老婆一直都要帮我照相 照我塞薄荷棒的样子 真的很丑啊 而且很蠢 是蛮蠢 但是有效 真的 如果各位听说是在家里面工作的话 或者工作的时候 没有人看到你的样子的话 然后你又很累 就可以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工作的时候 都会有别人看到他们的样子 所以要提供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 最近老婆 就是推荐我 用Airwave Airwave 对 就是那个本来有口香糖嘛 大部分人都知道是他是推那个超凉口香糖 对 那老婆推荐我去买他们的那个薄荷糖 超凉薄荷糖 他还有出一个超凉薄荷糖 可是千万不要买错 因为有一个中年大叔 他就是买错了 他听到我建议他 然后他就去买 结果就很开心的说 你看我买了 然后买回来买错 他买了那种带装的 一包的 就放 通常都会放在那种结账柜台都会有 然后就很兴高才能买话 我就说这是口香糖 他说这是口香糖吗 然后写 我没看到 然后就把它翻过来背面说 这里写口香糖 我说真的买错了 字写太小了 你现在又要透露你其他的症状吗 字写太小了 老人看不到 然后千万不要买错 因为它是一条的 对 你知道如果你想要买薄荷 就老婆后来指导我了一下 我就知道了 如果你想要买那个 超凉薄荷糖 如果想要买超凉薄荷糖的话 那个是 不是一个带装的 是一条的 一条的 对 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它通常都会放在喉糖附近 这个也是我们想要推荐的 就是如果累的时候可以 就是把它含在嘴巴里面 因为我上班的时候 我常用这个就是 因为我也是去超商不小心发现 因为我就觉得 睡觉就觉得好困 上班的时候好困 因为长时间的盯的电脑 而且我现在的工作就是 除了长时间在电脑荧幕前面工作之外 就是要很集中精神 因为那个工作就是出错的话 就是还蛮严重的 然后所以就是 常常都需要就是 要很集中精神 然后很 就是一直在盯着电脑荧幕工作 觉得常常都好想睡好想睡 而且我们办公室就超安静 你知道那环境有多好睡吗 所以我就想说 我真的是应该 是不是应该来去买一些那种 就是口香糖 对之类的那种 来让自己提神 可是因为我真的没办法吃口香糖 所以我就在那边想说 就在那一区徘徊 想说看有什么 我就发现说 原来这个牌子 这个常常大家吃的这个超凉口香糖 它有出薄荷糖 然后我就想说买来试看看 就真的很好用 就是你含在嘴巴里面之后 它就会凉凉的 然后就会提神 然后你把它含住一下之后 像通常办公室都会开冷气嘛 然后你就把嘴巴微微的张开呼吸 你就觉得你那个嘴巴里面都充满那个冷空气 然后超冷就瞬间醒脑 我觉得有用 我也觉得有用 超好用的 尤其是像很多上班族啊 在公司上班啊 然后不好意思嚼口香糖 因为有时候嚼口香糖有声音 或者是那个样子 也不少意思在鼻子里面擦那个薄荷棒 就可以含这个超凉薄荷糖 还不错 这个也算是吃的 就是用吃的 也算贵累到吃 我们其实就很随心来做这个节目你知道吗 我们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怎样我自己的节目啊 没有归类的这样 本来说这是吃的 这是喝的 这个是塞的 这个算是用寒的 也算是归类 就这样啦 反正我们就把我们提神的方法跟大家分享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你常用的啊 什么方法我怎么不知道 小碎一下 小碎一下 我老公真的很常就是说 我去小碎一下 他的小碎真的是小碎 因为常常他 就是我们两个都在客厅分别在工作 然后就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可能 我可能就是 因为我 就是有时候我在家里工作的话 我会电视打开 让他播 就是有点像背景音乐这样 然后他常常说 我去小碎一下的时候 我的广告都还没播完 他就说我睡好了 真的 大概只要十分钟啊 五分钟 哇 你的精神马上就回来了 超夸张的啊 广告都还没播完耶 他就说我睡好了 而且可以继续工作 而且非常有精神 我没办法耶 我只睡一下下的话 我会觉得更累 而且会爬不起来 但是男生跟女生 那种生理上的差别 我觉得好像是耶 因为我很多 很多那个姐妹 她的老公或男朋友 他们都说 他们也都可以这样 可是我那个 那个谁 我的佩玲也可以啊 佩玲也可以啊 那是她的那个 身体构造 对 个人身体构造不太一样 可是我觉得超厉害耶 就是睡超短的时间 就可以恢复体力 我觉得这也是 不错的方法耶 可是像我就是有时候 你知道就是上班都会午休啊 然后你可能吃完饭之后 就还有一些时间 我就顶多是趴着 让眼睛休息而已耶 就是闭目养生 你刚才讲说什么 哦 我老公用一个方法 什么很有效哦 你知道我本来以为 你要讲那个 什么 什么 好啦算了不要讲了 好 那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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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神的这个方法 我最近还有发现一个方法 就是你不是送我一个那个AirPods吗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无线耳机超方便啊 然后所以我现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带 然后我就发现带着她听嗨歌 也很不错 我就发现Podcast里面有很多 嗨歌 很多那种线上的DJ 对 都会在里面有节目 摩托排行榜 一百名的DJ就会在里面开Podcast的节目 然后就在里面放嗨歌 然后因为而且Podcast的方便啊 就是你可以只带一边啊 然后 而且你知道 我觉得发现 我后来发现只带一边的好处 就是你带带带带带 然后快没电了 就换另外一只耳机 它又有电了 然后那没电再拿回去充电 可是AirPods不是 只拿下一个耳朵的话 音乐会停掉吗 没有我只带一只啊 一开始我就只带一只 没有耶 没停 而且照样可以用手势让它暂停 哦 不知道 我就这么做了很多次 我大概没有这样做过 而且还可以 我告诉你这样子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交替就不会没电 因为你用一只耳机在听的时候 另外一只耳机就放在盒子里面充电啊 不需要不需要 我不需要 我要两只耳机 哦 因为我需要 因为我另外一只耳朵要听四周的动静 而且可能还要接电话什么的 嗯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还不错 可是因为我没有用YouTube听 是因为那个YouTube不能关掉萤幕听 这也是啊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它就不能背景播放啊 如果你把那个APP关掉 或是把你的手机锁萤幕 它就不能放了 所以有时候 就是在上班的时候 如果想睡觉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就是听嗨歌 可是万一你没有歌可以听的话就 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可以用Podcast的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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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听那个啊 什么Spotify Spotify Spotify手机不能放 哦 还有Apple Music啊 Apple Music你要买啊 你买了我就可以听啊 Apple Music前三个月不是什么免费吗 先听它的三个月 有吗 有啊 有前三个月免费吗 前三个月免费 真的假的 真的 那我要立刻开通 先试试看 那我要立刻开通 觉得好的话你再去买 你买啊 我买 就是也可以买啊 买完以后就 那个马上就年底就有那个HomePod 就可以 HomePod好像只能连那个Apple Music 不要 HomePod好丑 买Google Home Google Home也可以连Apple Music Google Home也可以连Apple Music吗 也可以连YouTube 都可以连 我们家是Apple的 那东西是Apple的 那就很丑啊 试试看啊 说不定还可以 你们可以写什么程式吗 不知道 HomePod 什么写什么程式 就是AirPlay啊 什么的 连到那边 可能需要 不知道耶 不知道耶 问你啊 你老师呢 你老师呢 就所以啊 所以要买一个HomePod 少在那边窃口 所以要研究一下 然后当然可能买Apple Music 本来觉得 每个月都要花我多少钱 Apple Music一个月好像不好够 没有很贵吧 没有很贵 那多少 我忘了耶 某人有跟我讲过 可是我忘了 对 后来我觉得 就是你换一个方式想哦 就是你每 你可能每个月付他个几百块吧 两百吧 三百 不知道 哇 付他几百块就好像你以前买CD一样啊 可是你 你付这些钱就是你现在可以听 哇 超多的音乐的耶 对啊 所以 而且都是正版的 对 就是正版授权的 为什么想不开呢 问你啊 因为还是要想要省个钱啊 家庭版的月费是两百四 超便宜的 我们好像要Apple做广告 而且家庭版耶 你买了我就可以用耶 我妈也可以用 对 我妹也可以用 对 我爸没有Apple的东西 对 我爸也不会听Apple Music 我现在继续不要再争执这个了 还有什么可以提神的这个小Peple 可以提供给我们 我觉得真的很累的时候 就不要再硬硬了 就是像 因为像我们两个都是在电脑前面工作的人 所以你在电脑前面工作的话 就会长时间维持一个动作 然后你筋骨很僵硬 就会想睡觉 然后也会觉得 就是手啊 脚啊 用滑鼠啊 就是酸痛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就可以起来 要走去上上厕所 然后舒展一下筋骨啊 对啊 拉 伸展一下啊 就是你知道 我觉得这样子也有用 我觉得起来走动 就比较不会那么想睡觉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蛮有用的 对啊 像我以前是在做出版社的编辑 就对我觉得真的很想睡觉的时候 出来走动一下跟同事聊聊天啊 我马上去吃中饭 超有用 对就是很累可以走一下上厕所 在厕所里面偷偷 我没有鼓励大家聊天哦 我是说 我是说起来伸展一下哦 伸展一下啦 然后去上个厕所 然后在厕所里面 就是 也是动一下 闭个 就是小睡一下 没有人看到 在厕所小睡一下 在厕所小睡一下 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然后厕所小睡一下 然后又出来跟同事讲个话 聊个天啊 突然又坐到电脑前面 又想睡觉了 然后再又要起来 然后再 这是什么员工啊 下班了 下班了 我想 我以前 都出版社的时候 真的蛮自由的 其实出版社 你真的很想睡 连这招都没办法 用我们的时候 连这招都超想睡的时候 还有个最后的绝招 怎么绝招 就是说我要去做试调 去做试调的意思就是说 要去逛书店的意思 AKA逛书店 怎样你现在是 你现在 我现在没做出来 你现在戳破人家出版社的 员工的那个是不是 你真的没礼貌耶 还是很多很多很努力的员工 少在那边放马后炮啊 我其实当时也蛮努力 我是真的很累的时候 才会出这种大绝招 可是真的长时间坐在那边 就很容易想睡觉啊 对啊 你看那萨尔达传说里面 那个主角 也是这样 你有病吗 太久没有动的时候 他也是会想睡觉 在游戏里面 他想睡觉的时候 他就活动一下筋骨 跟你讲的一样耶 哈哈哈 你那中毒很深啊 好夸张 萨尔达传说 这样 超赞的 哈哈哈 没有 好我们再拉回我们的那个 主题这样子 嗯 所以还有什么提神方法 可以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呢 这个不算是提供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不是 不是很好的方法 不是很推荐 对 就是 不是我 那个 我的前男友 前男友 开车的时候会吃槟榔提升 可是而且 而且你知道大家都刻板印象 觉得原住民都喜欢吃槟榔 可是其实 所以前男友 之前还没有结婚的前男友是原住民 不是 他不是原住民 我现在不是要讲那个 你听我讲 我说 大家都以为就是原住民都喜欢吃槟榔 可是我 本人 是原住民 但我就不喜欢槟榔的味道 而且我很受不了那个味道 我闻到就很想要吐 你有试过吗 我试过曾经 小时候 我觉得超噁的 我受不了那味道 嚼在嘴巴里面 而且 好热 那个石灰咬下去 你把它 就是嚼一嚼之后 它就好热 好热 好像把你的口腔都烧掉的感觉 真的 我自己没吃过 然后我觉得很恶心 我觉得那个味道 闻到很不舒服 而且你知道他都是 因为他都说 他开车的时候会想睡觉 所以他都会吃槟榔提升 然后 车上那种密闭空间 真的超不舒服的 当然你说可以开车窗 可是有时候下雨 就不能开啊 就超噁的 那个味道超噁的 我以前有个朋友也是 就是他做音乐的 然后他也是 有一段时间在吃槟榔 那段时间很冷 然后他就吃了槟榔 我觉得跟他的那个形象很不搭 就是每天都在popping 就是在跳舞 然后吃槟榔 然后当那种制作人 然后在吃槟榔 那吃槟榔怎样 提升 他说说很冷 就是可以让它暖一点 对保暖 因为吃了真的会很热 可是我真的不喜欢槟榔味道 而且我觉得这方法 真的超不推荐 大家不要学习 对 所以这是推荐的方法 只是分享 我有看过人家 用这种方式提升 对 真的不要学习 可是好像有一些 开长途车的 大火车司机都会吃 就他们真的都会吃槟榔提升 对 可以改吃那个薄荷糖 对 对 可以改吃薄荷糖 然后鼻子上塞两个 那个 塞两个 互比凉 你说开车 不和棒 对 没有人看你啊 会被交通警察看到 想说这个人鼻子上 那是什么东西 在干嘛 在吸毒吗 然后就把它拦下来 提神 不会啦 这样子好不会看 真的啦 可以改吃薄荷糖 而且吃槟榔很容易 就是会引发一些口腔的疾病 也不好 对 真的超不对劲的 大家不要学这个方法 我之前还有在开车的时候 我会开车 你会开车 我看不出来 我有驾照 还有大货车的驾照 是是哦 是哦 大货车 好棒好棒哦 然后 我很想讲 反正有空在 我们已经离题好多次了 我想讲说 我曾经开车的时候 然后我很想睡觉 我一开车我就想睡觉 他真的超夸张 你知道我的经验是 我有时候坐在副驾驶座会想睡觉 可是如果我坐在驾驶座的话 通常我坐在驾驶座是绝对不会想睡觉 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解决这个方法 就我坐在驾驶座很想睡觉 解决的方法是吃那个 吃东西 吃零食 吃牛肉干 有 有一些人是吃零食 然后就会 真的会发胖 如果你开一胖的话 一直吃牛肉干 一直吃 不吃的话就 眼皮开始很重 后来我就了解了一个事实 我不适合开车 那这很夸张耶 坐在驾驶座居然会想睡觉 好扯喔 个人体质不同 我的体质就是 我没办法开车 我一开车我就想睡觉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我们下一段想要提供各位听众 就是有不靠咖啡音 或是不靠提神饮料 或是我们上述的一些 就是可能是吃的 或喝的一些东西 可能长期下来会伤身体 以外的一些提神的小秘诀 那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欢迎回来极品夫妻 我是魏惟 我是徐爸爸 我还是觉得我好幸运哦 怎样 就是预购啊 我人生第一次预购耶 第一次去抢 这预购嘛 就抢到了 你的脸可以不要那么嚣张吗 大家看不到他的表情 他的表情真的很嚣张 不敢相信 我以为 你知道以前不是有那种call in 那种电台的call in 还是电视有call in 我有call in过电台 对啊 有很难打进去 超难的 打不进去的那个人 你是接电话的吧 对 我说我在 我还在听众的时候 我都一直打不进去 后来当时我变成我是DJ 我电台DJ 我接电话 这样子 可是在那个 我觉得现在预购那个感觉 就有点像是 打电话进去的 大家一直在盲线中 然后一直在盲线一直在盲线 然后后来 拼命打拼命打 终于打进去了 对 嗯 就是现在的感觉 嗯 这种兴奋的感觉 一直到现在还一直有 这样 所以下个礼拜 在礼拜五 就可以拿到iPhone X 我们要继续节目了吗 下个礼拜五 我还在中心大学上课 确定了吼 对啊 你有跟人家conference过了吗 你让我再中心大学上课 然后诶 礼拜五就会回来啊 诶 中 就看好可以拿那个iPhone X 请问你下礼拜的课 有跟人家conference过了吗 我check过了 对 是下个礼拜 有再跟人家联络 确认一次吗 诶 那为什么人家又没有联络我呢 是不是 你赶快去跟人家 诶 确认一下 这样讲起来 为什么人家没有联络我呢 是 传个讯息 确认一下 那我们明天再conference一下 对 嗯 好 那继续来回来今天的主题 如果你累的时候 要怎么样提神 就是不靠咖啡因 或是不靠提神饮料的一些 其他的提神小秘诀 是什么呢 喝一大杯水 不用啊 骗笑啊 金呆 那表情金呆 骗笑 不是 这是有根据的 就是 当你的体内水分不足的时候 你的血糖就会升高 然后感觉疲倦 感觉没有精神 体力不支 这个时候 你就喝一杯 大概200cc的水 就可以保持 身体的水分 就会提神 我还以为血糖身高 会比较有精神 血糖身高不会啊 不会吗 不会啊 就像吃饱的时候 我还以为血糖 很低 才不会有精神 血糖很低是会昏倒吧 对啊 所以血糖很低会昏倒 没有要到很低啊 相反 相反来讲血糖很高 不是要稳定它 不是高或低 高或低都蛮不好 是稳定它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没效 个人体质 喝冰水吧 冰水有效吧 冰水也没有效 好 然后下一个就是 我觉得喝那个还蛮不错的 喝那个 林卡可乐还蛮好的 林卡可乐身体也不好啦 冰的 然后也会蛮 精神马上就来了 你在喝啊 你在喝啊 喝水对我来讲没什么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健康的方法可以提升 洗冷水澡 对洗冷水澡 这个比较有效 可以推荐给大家 因为我都自己在家里面工作 所以 如果累的时候呢 除了塞薄荷棒 吃 吃什么 吃薄荷糖 然后 喝提升饮料 对 然后也会去洗个冷水澡 对 我觉得洗冷水澡蛮有用的 有时候你就直接那个 冷水就冲脑袋 洗脑欸 嗯 觉得蛮有效的 蛮有效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可以 含人参片 嗯 人参 这个 我觉得这个好 人参好像 含人参好像老人在含的 哪是啊 这个就是一个药材 这个无关乎什么年纪好不好 因为就是中西 都是有一些说法说 就是 人参可以让体力迅速的释放 然后快速的冲血补气 对 所以就会瞬间你含了之后 就会觉得那种 你知道 吊 人家都说那个吊着 用什么人参吊着 什么精神之类的 看那个 甄嬛酱 看太多了 对 什么人参吊的 对 可是好像 不是每个人的体质 都适合可以用人参 好像 我记得好像某些体质的人不适合 而且那个味道 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 像我就觉得那味道 也是蛮重的 我可以接受 看我桌上 我已经丢掉了 就是我 不是有人喝一个 那个什么 不是真的人参 是什么人参基金 就是基金里面 那个人参的味道比较淡啊 你要是真的含人参片的话 不是那个味道好不好 我也没有含人参片 那是老人含的 哦 你是老人啊 你知道萨大城楼里面 萨大城楼里面也有一个地方 就是有人参 你真的有病耶 就是在天使喷泉旁边 有好多好多人参啊 可以把它拿起来 然后可以煮 站到里面 这种里面有那种煮食物 可以把那人参拿出 就变金丽汤 就是在那个叫什么 Stamina 然后人参啊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好买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 就是要考虑一下 可是现在便利商店 或是药妆店 好像都有卖一些人参的萃取物 对也可以买那个喝喝喝吃吧 也不错 对 在萨大里面 然后人参也不错 白痴啊 煮了以后可以补充精力 有病啊 精力汤 好了 讲完了吗 讲完了 好 还有什么 提神的方法 健康呢 你可以按摩一些 可以提神的穴位 譬如说像是 风持穴 在后颈 肩颈穴 在两肩 百慧穴 在脑袋正上方 太阳穴 在双眉边 精明穴 在鼻眉间 就是鼻子跟 眉毛的 那个上面 这边 连接处这边 就是这是提神的五大穴 然后你就在穴位上面 就是按五到十分钟 有点酸酸麻麻的感觉 就可以了 不要太大力哦 太大力会肌肉发炎 讲到这个 我就想到那个 你有看那个 谷光帮帮忙 有没有 那个 孙捧常 拜官衣啦 哈哈哈 那也是一个穴位吗 那马上也会提神 它也是一个穴位吗 提神 哦 提神了 哦 你知道我老公都站着工作 下次他想睡觉 我就从后面给他拜官衣 哈哈 这个提供了这个是叫按摩穴位啊 虽然我们 就是他说 我在网络上查到的啊 说是什么提神的五大穴 虽然这 觉得好多记不起来 可是我觉得太阳穴啊 大家应该比较常会按摩到的地方太阳穴 就真的想睡的时候压一压 然后那个 鼻子的上方跟眉毛的连接处这边 就是这边有个精灵穴也是压一压 也不错 我记得我小时候 有一个什么眼睛什么操的 哦有好像有耶 你们那个时代有 好像有 可是后来我看的好像是二高版的耶 不是不是真正的 我小时候有一个真的是 国民然后什么 眼睛保健操 就有弄你那个叫什么 眼睛的那个叫什么 双眉间 金明穴 对对对 双 对对 金明穴 哦 然后有弄太阳穴 哦 然后弄你眼睛弄一圈这样 哦 结果我还是近视了 哦 那个弄无关好不好 而且你也没有认真按吧 你小时候电动打太多了 小时候看那个港剧啊 算了 不要再离题了 嗯 好 还有什么 可以提供给各位听众 还有一个最后一招 哪一招 终极的绝招 嗯 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啦 小睡一下 小睡一下 就是你真的太累了 你就好好休息 因为其实 当你能够进入那个睡眠状态的时候 你就可以让你的全身都是真的好好的获得休息的那个 然后就可以有正确又有效的补充的体力 讲个让大家羡慕的事情 就是如果我真的很累的话 然后我真的做到一段时间的话 我就会躺下来 让我们家猫躺在我上面 小Q啊 然后两个一起睡觉 对 你知道他很嚣张 他还会常常就是我在上班 然后他两个人就躺在沙发上然后拍照给我看 对啊 我们在休息 我们很累 到底在嚣张 我们很累 我们需要休息 我们需要正常的休息 我在那边吞薄荷糖 听嗨哥提神工作 他们两个躺在那边休息 亲亲我我 很多时候就是 你没有办法真的休息 那就还是要用一些提神的方法 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 各位听众的一些方法 提神的方法 那如果各位听众有其他的提神的秘诀 我们没有提到的 然后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 也可以到粉丝 就到我们的 到脸书搜寻我们的粉丝专页 搜寻极品夫妻 找到我们留言 或者是私讯给我们 那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 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在YouTube上面留言 或者是在爸爸网络广播 也可以在上面留言 跟我们互动 还有另外就是在Podcast iPhone上面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那里面也可以评论 然后或者是留言给我们 有那些意见都可以告诉我们 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 下个礼拜就iPhone X咯 拜 拜 拜拜